生活中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控制翼盏灯 比如楼梯间或在一个房间的不同门 我们要使用不同颜色的电线 以利于区分控制翼盏灯需要两个双控开关 双控开关背面的三个接线端子 双控开关虎金电和网上很容易买到 开关只能向上或向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 三个端子 而这意味着有四个电流流进开关的方式 它们都取决于开关的接线方式 一个端子被称为公共端 其中一个叫一号端 另一个叫做二号端 比方说我们想控制这个灯泡 使用两个双控开关 我们只需打开其中任意一个开关 就能实现一灯双控 我们从220伏线路接线 运给灯泡供电 因此我们先关闭电源 火线进入开关一的公共端 另一根电线从开关二的公共端接出到灯泡一端 我们现在需要连接两个开关 因此我们将一号开关的一号端子连接到开关二的二号端子 我们需要在这两端各放置一个棕色的套管 警示它是间歇性带电的电线 然后从一号开关的二号端子接出导线 将其连接到开关二的一号端子上 放一个棕色的套管以提醒带电 现在电流可以通过 开关一进入开关二 但电路是断开的 如果我们打开任意开关 电路就会接通 因此电流通过整个电路灯亮了 如果我们再拨动一号开关 电路就会再次断开 因此灯会关闭 但电流仍然流向开关二 电路断开的地方 或者我们可以打开开关二 或切换两个 接通或断开电路 拿到用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照明设备的目的 第二种不常见的一灯双控的线路接法 我们同样需要两个开关 你需要检查开关 以确保它们有三个接线端 如果你的开关只有两个端子 那么你需要换掉这个开关为双控开关 我先接入一号开关的一号端子 再从一号端子接一条灰色的线 到二号开关的二号端 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末端放置一个棕色的套管 以示提醒 我们用一根棕色的电线连接两个开关的两个公共端 然后我们用一根黑色的电线 从一号开关的二号端连接到二号开关的一号端 对电路来说 这还是断开的一种状态 连接最后一根蓝线 接到灯泡的一个端子上 再次使用棕色套管 警示它是间歇性带电的 电流现在可以流动 并将通过开关一进入开关二 电路还是断开的状态 如果我们打开开关二 从而使电流可以流动 然后灯具点亮了 如果我们打开一号开关 则切断了电路的导通 因此灯泡熄灭 如果我们把开关二打开 就会重新导通电路 电流将流向灯泡 从而点亮 下面我不再讲解 大家看视频的动画演示 理解了我前面两个接法的解释 后面两个就能看明白了的 视频动画的线路走向 就是实际线路的接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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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